Hello 麦格婷姐好介绍 今天带大家来到Bestari Indah 在乌鲁地兰这一边 Bestari Indah可以讲是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小区 是少有这边有保安威力的一个小区 这一间的话 我们来看的是一间双层牌楼 20层70 四个房间还有四间厕所 我们进去看看 来 进来参观它的客厅的空间 客厅非常的宽敞 之前屋主呢 他是把沙发摆在这个地方 可以放一张比较大张的L型沙发 对面你就可以坐电视墙 或者是简单的挂一个电视机 饭厅的部分呢 我们规划在这一边 他放一个长桌没有问题 如果你们要改成是圆桌也是可以的 20层70 可是视觉上面觉得好像还更大对吗 我们来到厨房部分 屋主他加了一个推拉式的玻璃啊 所以的话可以隔绝油烟 他也看到吗 这边的屋子是已经把壁砖都上到完了的 也做好了一个 哇 非常长的一个台面 你的不管是干事厨房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摆在这边 想要再加壁厨都没问题 转过来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可以放洗衣机的空间 后面的摆杠门也已经做好给你咯 我们楼下的部分呢 还有一间长辈房的 长辈房这边呢 格局是属于长方形这样子 你可以摆一张 床可以摆在这边吧 这边摆一张床 然后呢 旁边还可以放一个小小的床头柜 衣橱的部分呢 我觉得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长方形的部分 可以在这边放个衣橱给长辈 长辈如果半夜想要上厕所 走出来 转右边 就是我们楼下大家共用的这个洗手间了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楼上 来到楼上 一上来我们就会先看到有一个超宽敞的小厅 这个小厅拿来做成小朋友阅读的空间 是再适合不过的 然后呢 我们去参观楼上的房间 楼上一般上 这样子两间房的20层70的房子 都是共用厕所的 但是我们这一间不一样哦 我们这一间呢 大家都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的 这个房间也很宽敞 放一张床在这边 然后小朋友的衣橱呢 你可以放在这一个方向 往里边走呢 我们来看看他这边哦 每个房自己有的一个卫生间 其实哦 空间是蛮足够的 加多一个浴帘 你就可以做到赶石分离的 隔壁的房间呢 格局也是大同小异的 来进来看一看 这个房间呢 就是一个反径的这样子的房间 这边也是一样是放床的空间 然后你的衣橱哦 放在这边 如果要在房间里面放个小书桌 可以放在这个窗口旁边 拆光很好啊 然后我们厕所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一样都是壁砖已经上到完给你了 所以哦 可以省下很多麻烦 也很容易清理 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主人房的空间 也是一样很宽敞哦 来我们进来看一下主人房哦 主人房方方正正 在主人房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很大的衣橱哦 这个衣橱屋主是讲 他没有打算拿走了 而且又很行 是留给买家的 你的床呢 就可以看到衣橱在那边 这边放个大的 要到king size的床都没问题的 前面就可以挂个电视机 再来这边 当然他还有一个小空间 屋主他是摆了一个化妆台在这边 主人房的洗手间的话呢 可以看到都是比刚刚那些洗手间还要大款的哈 再来这一间房间呢 除了有领域间还有阳台 我们出去看一看 来出来阳台看看这一间房子没有错 它是有阳台的房款哦 我们今天来到就是在 乌鲁低浪区的Bestari Inda 一个有保安围里的小区哈 双层排楼20层70 非常好的是他拥有着四房 四间厕所 大家都有独立卫生间 这边也是属于永久地气 然后呢我们大门的方向呢 是西南方向 保安围里费呢每个月是120块钱 屋龄呢大概是在9年到10年左右 有兴趣的朋友 这间卖家卖的是628千 可以联系我们来看房哦 这边开车四分钟就可以去到商店街 小朋友读书的话呢 可以去智南华销 中学的话呢 我们有不得日王莎的这个国中 所以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来看房 如果讲你是屋主 你有屋子店面工厂地皮 想要出租出售的话 也可以联系 麦哥廷姐好介绍 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 离开的时候帮我点赞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